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个国家社会够不够资格称为现代化 除了科技水平之外 历史人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认为中兴大学李君山教授日前的发言 就凸显了台湾社会历史人文研究的偏颇落后 及严重的学术霸权问题 李君山教授批判的重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 国军枕编第21师明明是1947年3月9号 也是228事变之后第10天登陆的基隆 但是官方的台湾历史博物馆228特展史料脸书 却说3月8号21师就在基隆街上扫荡 令人不禁怀疑 难道21师是回到未来 是坐时光隧道到基隆的吗 李君山教授点出的第二个方面 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他说 国民党的学者提供的学术研究意见完全不被采纳 我想这主要是讲的228研究或者是白色恐怖研究 这两个部分的研究 国民党的学者 他们的提供的任何的学术意见都不被接受不被采纳 这显示什么呢 台湾只允许一种史观 只允许一种声音 不容许多元意见 不容许多元史观 我们不是天天在吹牛 不是天天在秩序 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吗 为什么到了研究228或者研究白色恐怖的时候 就变成一元化社会 就变成一个独裁社会了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 台湾的历史研究仍然停留在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的冷战阶段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无疑是冰封大地 仍然处于在一个没有解言的状态之下 那我们说绿色恐怖 绿色恐怖不见得是要民进党当局 民进党的政府派了军队 宪兵警察去抓人 去镇压人 这才叫做绿色恐怖 不见得是要这样子 绿色恐怖从官方还有台独的学者 垄断228的研究 从官方还有台独的学者 垄断228的话语权 甚至于鸡飞成事 话众取宠 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可以充分表露无遗 好的 稍等 问题 很棒